好 国民党周末在花莲开共识营 要凝聚共识 然后传出来一个消息 他们要让一席召委给民众党 这件事情呢 透过媒体曝光之后 蓝营的基层炸锅了 有人觉得其其不可 千万不要这样 热脸不要贴冷屁股 各种的说法都出来了 我们来先看看 傅宽奇怎么讲 他是总照嘛 他说良善的门 已经开了 我会再找时间 跟民众党沟通 叶元芝也说 当天早上在共识营 表决的结果很悬殊 意思是赞成的人 大于不赞成的人 至于哪一席要让 还不确定 赖世宝也讲了 好像是财政啦 财政委员会要让给 白营的民众党一席 那我们就来点点看 民众党在财政委员会 是推黄珊珊 那么这一席召委 要让给黄珊珊吗 我们这里打一个问号 那乔欣的这个意见呢 也被我们放在电视墙上 乔欣没有去共识营 可是他说其他 他觉得如果要让 就让给高金素梅 他觉得他最有 这个让的这个理由 其他就免了吧 洪沟凯的说法也是 他说当然不让 可是还是会以党团的大会决议为主 首席副书记长林思敏也讲 来因要有主体性 自提召委 我们看到公开发表的意见 好像都说不要让 来因要有自己的这个主体性 可是怎么搞的 到了共识团的表决会上面 有大部分的人赞成呢 我也看不懂 等一下请来宾来跟我们解析一下 而另外我刚刚讲到基层炸锅 包括在这个台北市议会的 杨指斗议员 他说我们已经被骗 输掉总统了 现在还要被骗吗 看到众生喧哗 那朱立伦又急急出来澄清说 没有啦 没有说一定要怎样啊 那还有一些基层的人 像是在云林的最强菜农林嘉兴就说 如果最后 真的让给黄珊珊 我马上退党 因为我们知道蓝营 有很多人对珊珊 有很多的这个意见啦 所以你看到呢 现在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蓝营的基层反对 反对声浪四起 过去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 蓝白破局的时候 破得多难看啊 马总统在军越被羞辱 那柯在大选的时候 还有讲过说 你抹红侯照 那刚好而已 那时候不是绿营在抹红他们吗 所以这些历历在目的 其实真的不太久之前 蓝营的基层怎么吞得下去呢 柯文哲的回应是什么 要让我 要让我吗 来 他在讲说 哎哟 这个什么合作 感觉有点就是把他给这个四两拨千金给推掉了 所以外界就讲说你看柯文哲还在装傻 还是说摆钩姿态 民众党代价而沽啊 他巴西啊 以小不大啊 你们国民党有这么笨吗 那另外我们看到新潮流追着柯文哲 韩国瑜追打呀 这个事例 这个追打的事例还在 包括简淑培 有在讲说民众党 国民党要让民众党一起召委这件事 他的评论是说 对啦 就是你们民众党保送韩国瑜当院长的奖品啦 你看现在奖品出来了吧 所以柯文哲要跟傅昆起成为合作伙伴 继续继生拦淫 而属于新潮流派系的吴思瑶 也大轰柯文哲说啊 你以党领阵 呼吁韩国瑜院长赶走不速之客 应该要把继生国会的柯文哲给赶走 大家还记得吗 在2016年的时候 时任北农总经理的韩国瑜 因为段仪康在脸书上面说 北农黑幕重重 他跑去北检暗铃 那一段话请大家来温习一下 新潮流是真下流 看到好处啊 口水流啊 真是下流啊 抢国家的资源可以到这种程度 新潮流 有责任 你的总招 段仪康命违就是这么悲戀的小鳖山 我们男人的世界 你这种行为是个小鳖山 我的感觉得罪了段仪康 跟得罪新潮流之后 好像被那个台湾高铁给撞到了一样 从此以后我们永无宁日 永无宁日 那个检调 那个搜索没有停过的 好 请教维漢兄 这个问题其实 我看到国民党里面意见分歧 因为国民党不是只有立委 这52席 还有很多国民党的意见领袖 包含议员 还有很多可能会在党内有奴隸的人 现在吓一跳 怎么会谈了半天 礼拜六洪梦凯还说没有要礼让 礼拜天的共识营的结果 居然是出现了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 就是要礼让一席 观众朋友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我先把一些新闻时事跟大家报告一下 罗明才只是可能的选项之一 并不一定就是他 理由很简单 因为现在目前在国民党的52席立委当中 当过立委的借数时间最长的那个人就是罗明才 所以他是现在目前立法院的52席栏委当中 最资深的人 在礼拜天的共识营开完之后 他说我 因为现在目前财政委会去规划他当招委 我也可以让 我都能让了 谁不能让 是这个基础 并不是说确定就是罗明才了 好不好 这个先跟大家讲清楚 那国民党也到刚刚为止 复根期还不知道 黄国昌的态度是说 你们要让哪一个委员会 他以为黄国昌会提出一个委员会 他们再来讨论可不可行 但是居然是黄国昌讲说 那我们等你提出 你们哪一个委员好处理 那在这个八个委员会当中 内政委员会是 国民党礼让给高金素媒 就跟小新讲的 那这一点 我们就事论师来谈 高金素媒委员 他是五党级的原住民委员 他服务的对象是 全台湾所有的山地原住民 所以他的选举很大 服务的对象还包含 可能是非国民党籍的原住民 所以他一直都是五党 可是他跟国民党一起投票 有没有投给韩国瑜 有 以后会不会跟国民党一起 不管法案预算一起投票 会 那所以你让他 合心合理天经地义 反过来讲 如果你要在另外一个委员会 也礼让给民众党的任何人的话 那请问民众党以后 会跟高金素媒一样吗 民众党的八票以后 就真的成为所谓的六二联盟 六二共识吗 讲一个玩笑话 六二共识是什么 就是国民党的52票 加两票的五党 加八票的民众党 加起来62票 62你啊51绝对多数 往后就可以顺风顺水 这就是这一次 为什么国民党 会有人主张要让的原因 希望组成蓝白的 实质的投票联盟 叫六二联盟 就62票 那因为黄国昌六十二年次 那富军期也1962年 所以刚好有六二共识 这么巧 好像对 是这样 但是重点在于什么 如果这个理由是 为什么要让的理由 那请问 那让理以后 有没有保证 一定就是以后包到头了 并没有 并没有 那这样的话 高清素媒的状况 跟条件跟民众党就不一样 那再来第三个就问说 那如果让理以后 既然不保证 那不让会怎么样 不会怎样 不让的话 就会天崩地裂 然后国民党都包到 刚刚小剑方已经讲了 所以既然不让 韩国瑜也没有 也没有民众党支持 韩国瑜也当选了 再加上 这边我就不细说了 国民党有很多讲说 合作的过程经验不愉快 他会不会今天你让他召委 明天他跟民众党合作法案 不然到时候躲到立法院的厕所 去哭吗 所以这是国民党里面的家务 就是个难题 但是值得关注的点就是说 副公司显然是非常希望 那个62票也能开出来 以后就可以碾压民进党 但是现在有反弹声音了 党主席朱立伦倒是讲说 这也不是我做的决定 现在也没有一定说的算 今天礼拜一还有三天 礼拜四才会选召委 礼拜四之前 可能还有一点变数 是 来 小清 其实我觉得我的看法讲得很清楚 但因为我没有去共事赢 所以千万不要来问我 谁有举手 谁没举手 我是不知道的 我是不知道的 如果未来有人泄密 也跟我没有关系 先讲不在场证明 就是这么用的 你可能会有截图 大家会去问这个 叶元芝 叶元芝说压倒性的 去问他 但就新闻报道 刚刚我侧面问 是很多人根本没有投票 没有举手 所谓的压倒性 只是指说支持跟不支持的人 但多数的人他可能没有表态 OK 没有表态的人要把它算进去吗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号 但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觉得不是说跟民众党之间的关系 要考量而已 更是我们希望什么样的人 来担任召集委员 召委呢 民众党里面有八席的立委 七席 他们都没有当过立法委员 跟我一样都是新科立委 所以我也不会第一次当立委进去 我就说我要当召委 还没有那么有勇气 所以其实为什么民众党 他们也并没有跟国民党 去协商招委这个部分 因为七名都是新科的 包括现在被点名的黄珊珊 他虽然政治资历很深 但他也没有做过立法委员 在第一个会期做招委 我觉得其实不见得这么的适合 他或许第二会期第三会期 他可以再争取看看 未来的事情 未来都可以再讨论 但以这个会期来说 七个新科立委分别到不同委员会的时候 他们本身自己担任招委的意愿 也不见得很强 所以应该是由国民党的资深的立法委员 有能力有做过的来做招委 那唯一一个委员会有可能的 照理来说应该是司法法治委员会 因为黄国昌做过立法委员 但是因为我们的总招傅昆奇 也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司法改革又是 国会改革又是我们推动的重要项目 所以也不太可能有一种情况是 民众党的总招做司法法治委员会的招委 但是国民党的总招只是一般的成员 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我才会认为 目前双方是在表示一个善意 但是最后应该还是以国民党的招委为主 唯一一个就是内政委员会 离让高精速媒委员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因为就像刚刚尾翰哥讲到的 其实从选战过程 到整个立法院长副院长投票过程 再到未来的很多法案 不管是在排案或者审案的过程 我们的整个互动 互信基础是非常充足的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急着说 在这一个第一会期 就要跟民众党谈 是否合作招委 可以等第二第三第四 看看彼此之间到底 有没有真的有这么强健的信任关系 未来再谈也不迟啊 来这个巧欣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这是他的立场 来 请教辉文兄 前子因为蔡壁如论文的问题 所以蔡壁如辞立委之后 逮捕她的是吴欣盈 吴欣盈她后来就去当招委 所以 巧欣你也可以去当招委 你不要汪自菲薄 就是从来没当过的 她去逮捕 蔡壁如她立刻就当招委 大家都礼让 所以立法院一个会期 她有八个委员会 一个委员有两个招委 16个招委 可不可以请官朋友心里讲 上一个会期立法院16个招委 你念得出几个 不能搜索 搜索就作弊了 你念得出几个 我刚刚就告诉你 有一个是吴欣盈的 另外15个你讲得出来吗 所以招委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你看国民党的副书记长 我旁边有一位 这国民党现在有八个副书记长 上一届只有一个 这届为什么有八个 斑骂 我们来喊全好了 斑骂 戏洪 八个副书记长 这国民党每次都搞这种东西 国民党之前的文传会副书 有21个 21个打麻将要开好几桌 你搞什么 你在干嘛 都做这些事情 国民党都做这些 我请问大家 这个利益回避要不要处理 那当然民进党就说什么 马文君要利益回避 是什么国防委员会不行 我也不晓得马文君是做 你是军火商吗 为什么他不能去国防委员会 那钱子那其他的委员会 其他的委员会的委员 譬如说有些委员他就是 医院的院长 他开医院的 那他可以去未完委员会 那他去未完委员会 那他怎么咨询 柯建明的儿子 跟柯建明涉及司法官说 他可以选择司法法治委员会 他一直在司法委员会 他一直都在那里 民进党先讲他好不好 所以没有错 巧英讲你的利益回避是什么 不是只有蓝的 蓝 绿 白都一样 对 对不对 那陈昭之他是钥匙 那他现在内定去 未完委员会他要怎么咨询 他就咨询钥匙的利益 那这个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所以钱子这个是 立委他委员会的分配 我们等他们分配完之后再来看 但是我来回应 刚刚两位前辈提到就说 跟民众党合作礼让昭伟的问题 那就是国民党的路线之争 一个代表人物就是赵绍康 赵绍康觉得说我第一个 主张蓝 白盒 你们都不听我的 结果賴清德40%就当选了 赵绍康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李乾隆 这伟汉也认识了 李乾隆说国民党输到现在 还不晓得输在哪里 国民党要自己站起来 觀眾朋友 你认同赵绍康讲的 还是你认同李乾隆讲的 这个就是国民党的内部的 国民党输到现在说 我们到底要不要跟民众党合作 国民党这次输 国民党没有把赖清德 没有把民进党政党轮替 除了国民党自己的问题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柯文哲 现在怎么样去跟柯文哲合作 你礼让一席召委给民众党 民众党会感谢你 民众党会看得起你 那些小草会投你吗 小草还是不会投你的 看到国民党还是配 国民党还是抹红你 你委屈求全是为什么 我这边也要公开批评赵绍康 如果一定要靠柯文哲才能 国民党才能赢的话 大家一起加入民众党就好了 因为柯文哲讲过一句话 白的不会投蓝的 蓝的会投白的 大家都加入民众党好了 怎么会是这样子 怎么一天到晚不是要靠柯文哲 就是要靠郭台铭 国民党不能自己站起来吗 笑死人了 这很奇怪 所以前子我说2026 2028 到最后很简单 只要有民众党要推人的地方 我们要不要跟他合作 我们要不要先跟他比民调 那种嘴脸又出来了 很丑陋 那表示你国民党输到现在 还不晓得输在哪里 来 进一箱广告 我们下期间的感觉 基本中心里面拨过 把区别是一个 给民众党了 最后再住 就在做了 体面 装